对 我给大家插一句话 就是有一个我比我大一辈的老一辈的著名的知识分子 叫翁文波 翁教授创造了一个预测地震的叫数学预测法 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介绍 地球成立了46亿年 地球成立以后 它的芯原来是岩浆 后来宝门冷下来了 就形成所谓地壳 当然地壳底下呢 就是所谓的地心 就是岩浆 地壳呢 它就活动 就造成了碰撞 所谓地震 汪老师的理论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地球成立以后 发生了所有的这种碰撞 所以我们称之为地震 如果我们都记录它 那么我们就可以预测 下一步地震在哪 三要素 什么时间 在什么地方 阵级有多大 但是我们不可能记录地球形成这几十亿年的所有的地震 但由于中国的历史比较悠久 文字记载的至少是3700年 如果再加上一些文物 中国的历史 大体上角有5000年 而且中国的地震记录很长 你像美国一共是200多年 所以它就是算它建国的时候 它有地震记录 它也不是200多年吗 而我们中国的地震记录几千年了 汪老师的思维非常的清晰 就给大家介绍介绍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把这历史上 我们中国发生了各种地震 他给他搜集 尽量搜集权 完他搞了一个模型 之后他就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数学预测法 就是说我知道这孩子前天 昨天 今天我就能预测到这孩子明天 原因就是它 它是连续的 所以现在大家都讨论二十大 我就说你们首先 你就得看看六大 六大是在莫斯科开的 一大到五大是在中国开的 总书记陈童秀著名的知识本子 北京大学的一个文学院的医院长 或者叫学长 到了六大 这帮家伙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些第六四党 中国共产党的全国的代表 他们去保的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开去了 所以那是一口 六大的总书记 由于斯大林 他干涉我们的内政 干涉我们的党政 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 他居然把陈童秀给撤了 他就提拨了一个向中发 就是向中发这人 据说是个工人 当然是一个汤户犯 据说他把党费卷包跑了 后来又被党给开除了 所以你要注意 这共产党有这么几段 第一段 从一大到五大 都在中国开的 六大 他们这帮家伙不知道怎么回事 跑到莫斯科开去了 而且居然 斯大林居然把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 中国的一个著名知识分子 陈多秀先生给开除了 弄了一个 所谓的瞎什么狗眼 弄了一个所谓叛徒 向中发 所以从六大到七大 十一年就没开会 从七大到八大 据说又多少年 完了 从八大到九大 九大好像是四年 一个是五年 就叫九大十大 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十次 这两次代表大会 后来中国共产党搞了一个若干历史的决议给否了 你注意这个中国共产党 他的一个关于历史决议 否了九大跟十大 完了到了十一大 就是华国锋 到了十二大 中国出现了一个杰出的一个领袖 就是一个胡耀邦 到十三大 又出了一个杰出的领袖 就是赵紫阳 他们俩都是总书记 都是党内的一把手 所以说呢 这个现在你预测 这个水二十大 就相当于汪文波那个书写预测法 就你把这个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一百零二年 你把他这开这个十九次代表大会 你都得知道知道 就相当于你把地球上发生的这些地震 你都了解到 你就可以建模 你就可以预测下一次地震 我给大家讲证明 还有一句就是博弈 我再给大家讲这么一故事 因为我的一个高中同班同学 我们一块去的所谓北大荒 叫猪狗不知嫌他脏 把他扔到北大荒 所以我们在北大荒种地大约十个年头 其中我们跟我一样 北京四中高三的 他呢是象棋高手 因为呢他在年轻的时候 他在北京是少年功 棋一般的 简单说他是个半老科班 他就给我讲一事 我也给大家讲讲 他说下象棋 首先如果有老师有教练 就得先从残棋下棋 他就教我也是一样 我虽然没有上过这个上天宫 但是我这个同学 他是一个半老科班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如果你会下象棋 你就先下残棋 残棋就是说字都没了 你对方你就只剩一个将军 就是将 还剩一个士 对方呢剩一个将 剩一个老将 还剩一马 这个残棋 非常著名的一个残棋 叫马胜单士 当时我记得我们这个 刘同学就教我这个 为他讲讲 这跟那政治博弈很有关系 马胜单士 就是你这边一个一个 一个江 一个马 那边是一个江 一个士 你能胜他 你可以摆啊 你走一步 我走一步 这就是下棋的规矩 你就摆 我就 当时我们这个 刘同学就教我们 我们俩就 他就跟我摆 循环好多次 赢不了人家 最后就是合棋 后来 我们这刘同学告诉我 这是肯定能赢的 简单价说 有一招叫等招 就对方走一步 你也只走一步 你走一步 对方走一步 对不对 那么你啊 你赶紧走了 你得等着 或者你走一步 比如说把老将 往左一挪 再回来挪右 再挪右了 右过来 就等着 对方 有这么一漏洞 你就赢他了 所以我就觉得 当时 这个九年以前 团派的高级领导人 跟我说过 团派上去了 那个 所以团派 这个概念不是很罪啊 只不过是李克强 北京大学的高材生 人家是属于共青团的 当时胡锦涛团中央的书记 这个16大17大的总书记 他的觉得应该提本李克强 因为李克强那人是 北京大学的高材生 而且人也挺好 综合素质 比习近平高出几个档次 可是习近平是强势 为什么 他是太子昂 所以红二代 当时团派顶级的人就跟我说过 说他们怎么办 他们如果能够 当时就跟习近平对着干 干不过人家 因为习近平的老父亲 是创始人之一 叫习仲勋老先生 对吧 那他们怎么办呢 就用这招等招 就你等着习近平犯错误 习近平狂啊 对对 总理本来是管中央各部的 他不然管了 他弄了十几个小组 他把李克强给 就是架空了 或者弱化了 那么你们就不知道这段历史 这段历史我经历过 而且当时他们那些人都跟我说过 就等着 让他干 弄十几个组长 李克强就让他三分 怎么样 让到快十年了 习近平终于出现错误了 就相当于马胜单事 马胜单事就有一招 得得等着 这招他就得出 出了招抓住 赢 现在终于到了 二十二快开了 习近平出错误了 第一个错误 他就修改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路线 叫年轻化 革命化 知识化 这个 这个什么 组织化吧 就有四话 此话里有一个年轻化 这是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 制度性的成果 或者叫文明 他现在已经快七十了 对对 而连任不得超过两任 这是一个年轻化的一个重要的进步 习近平开倒车 所以我就说习近平就是一个反动派 他既不是左派 他也不是右派 他就是个反动派 本来人类的这个权力 当然是腐蚀计 绝对的权力是绝对的腐蚀 他就连个这个道理他都不知道 这也难怪的 为什么呢 小学差一个月没毕业 他哪懂的这些 政治学的一个人类的文明成果 这也有清可原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有人给他说呀 所以我就给大家举这个例子 就是等着 马胜单事 如果你们要有围棋 不是有象棋 你们回去看看 挺有意思的 你要是错了这一招 就是一循环 且赢不了呢 只有一个机会 就是你等他 等他他必须得走 他一走抓住这个机会 再走就赢了 叫马胜单事 我再说一遍 这就要连续 所以说你要想预测 或者说分析二十大以后的事 一定要你要知道 一大到六大 从六大 七大八大 九大 九大当时毛泽东是如日中天 因为他已经不是人了 他是神 他就在九届一中全会上 他修改了党章 他就把林彪写到党章里头 毛主席的亲密战友 和可靠接班人 九届二十大全会 他就跟林彪 有了重大分歧 林彪发现不行 毛主席要他的命 所以他就跑 我们叫润 因为林彪有专机 专机叫三叉几盘的 英国生产的大型喷什克机 那家专机叫二五六号 就是林彪的专机 他有机组人员 有驾驶 副驾驶 有领航的 有机械师 大约我记得好像是三五个人 林彪要跑 他连他专机机组 这几个人 他都指挥不了 所以你们一再的说 权当然就是指挥权 你以为那指挥权 林彪指挥的本事 不比习近平大出十倍去 因为林彪人家是打仗出来的 他用东北野战军 四野 从四野一直 从东北 所谓辽沈战役 完了进了关 对不对 平静 结果他一直打到海南岛 所以林彪是元帅的第三把手 第一把手是朱德元帅 第二把手是彭德怀元帅 第三把手就是林彪元帅 怎么样 最后 跑都没跑了 就连他那专机 那几个人他都指挥不了 所以现在老有人说 说习近平抓权 他抓什么权呢 你就问他抓权 他试试 对不对 所以这对于这个权和对于这个等招 就是为什么要不急不躁 因为当时他们胡锦涛一上台就引了一个名言 务必要谦虚谨慎 不叫不躁 这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名言 胡锦涛当总书帅的时候又引了一次 又重复了一次 我觉得李克强之所以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 又是一个正在八百的一个博士 他当然知道 现在到了二十大 李克强 这十来年 忍着 到时候了 习近平被人犯错误了 特别是现在这个清零 什么封城 还有就跟那个西方 跟文明国家全掰了 一千条理由 一条也没了 经济也不行了 尤其美国最近又下狠手 美国把你的高技术的产业 比如芯片半导体 最新的消息 全面制裁 所以中国的经济 每况愈下 这是国际环境 就相当于说 说我们共产党打败了国军 最少的原因 是什么 是美国跟苏联两个超级大国都犯错误 一个就是美国犯错误 美国的二战名将马歇尔将军 二战时的美国总统 罗斯福他对于共产党看得不透 他对于法西斯 法西斯有俩 一个是黑色法西斯 头就是希特勒 他看明白了 第二个 法西斯有俩 一叫红色法西斯 头就是萨林 他就没看明白 从罗斯福他就没看明白 在这两个魔 两个恶魔打的时候 他支持了斯大林 给苏联运了不少的武器 物资 包括什么油 什么钢鬼等等的 你们都可以看 最后把希特勒给打败了 可是你把这一个魔鬼打败 另一个魔鬼 红色法西斯就起来了 一直到现在 苏联虽然解体了 解体的时候 西方也没有完全抓住这个机会 现在普京又来了 普京他的一个根源 那不就是前苏联吗 后来就变成俄罗斯了吗 所以这个错误 根本上 从开始 那就是二战的时候 美国的老百姓和美国的领导 对于共产集权认识不到位 最后的代价就是现在 现在普京上台了 涨了22年权 他就去侵犯乌克兰去 其实乌克兰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 人家乌克兰原来有核武器 核弹头有一千多个 还有运载工具 人家乌克兰主动放弃了核武器 所以说全人家最好的国家 我认为有至少有俩 一个就是以色列 一个就是乌克兰 特别是乌克兰 人家放弃了核战争 核武器 当然有明斯克协议 英国 法国 美国 还有苏联 包括我们中国 都对乌克兰 不受这个领土侵略 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这些常常理事国都对他有保证 第一个背信气力的就是普京 所以普京的 结果就是进战犯法庭审判 他反人类罪 他现在还在打人家乌克兰 而且乌克兰非常的英勇 就是抗俄 现在我们之后的抗日 我们都说抗日战争 有人说14年 最起码有8年 而且我们中国的抗日的时候 我们死了几百万 中国人士兵还有将军 现在乌克兰也一样 这件事没有什么可说的 最近我听说 昨天的新闻 还是前天新闻说了吗 说联合国一共有一二百个国家 大约又是140多个 坚决的不承认 俄罗斯吞病的乌克兰 这个四个州四个地区 大约 承认的大概就几个 弃权的好像有 有这么几十个 但是一百多个都坚决的不承认他 所以普京的这个前途 就是禁战犯法庭审判 反人类罪 但是习近平呢就犯 就极其的愚蠢 他居然跟普京弄一块去了 所以普京在这 叫羞着和讹诈 所以我一再跟他们讲嘛 我说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就碰见了62年古巴导弹危机 那就是一次核恶炸 当时美国总统肯基迪 我的印象里他应该是40多岁 可能是43或者44 年古里强态度非常坚决 脑上派军舰封锁古巴 当时苏联的老大叫赫鲁晓夫 他派了一些船和军舰 载着一些核武器 就要到古巴搞一个基地 完了美国总统二话不说 派军舰封锁 所以当时我正好在上初二 我当时记得挺轻松 下午我们学校就说了 谁也不许回家 下午两节课已经下了课了 下了课就应该回家了 谁也不许回家 把我们那个中学的铁门关上 接上机指示 等待命令 这是我头一次 我在初二 我印象挺深 后来发现那就是古巴导弹危机 那个前苏联的军舰 在载着这些核武器 就到了古巴想对美国进行讹诈 但是美国的总统非常的坚决 你要敢跟我们那封锁的军舰 发生冲突 咱就打 这态度鲜明 绝不能姑息养奸 结果和罗晓夫是一好人 在最后一分钟 他下令撤 所以那次全世界到了核门槛了 没过去 原因在哪呢 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 美国总统肯尼迪非常的坚决 用我们的中国的话叫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拒之 叫做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担心赵汉清 所以说美国当的总统肯尼迪 他就留取了担心赵汉清 所以他在美国历史上 全球的历史上 他就是一个杰出的总统 还有69年毛洞车的 他突然间 打了一场中苏边界 珍宝岛 中国人死了有80来个 当时 全苏联的一个头 我们叫伯利涅夫 他要对中国的大城市核基地 进行先发制人的 外科手势的核打击 当时美国的总统叫 尼克松也非常坚决 告诉他 如果你苏联的导弹发射井 导弹从那井里出来 我就马上把你消灭 他就瞄准了苏联的 据说是100多个城市 而且把这消息 用某种渠道 告诉了苏联 这些独裁者他怂了 最后他就没敢打中国 所以美国尼克松 对我们非常棒 在你受到核威胁的时候 核打击的时候 尼克松跳出来了 保护了中国 所以他们有人老反美 我就极为气愤 我说你们知道不知道啊 我说世界上对中国最好的国家 就是美国尼克松和中国 对不对 而且七次救你 以前我做过节目 我跟李苏做那挑战里 我们都说过 在近代史上 七次美国救中国 其中 这个尼克松总统 这一次非常关键 就没敢打 现在面临的就是第三次核危机 还是那句话 民不为此 奈何以死 既知 不自由勿宁死 你要置于独裁者 最后一分钟 他们就软了 谁怕死 你不是在中国最怕死的 就是习近平 他怕死 你知道吧 你不是说武汉有了新冠状了 他去吗 那些小组 组长都是他接着 只有一个抗这个病毒的这小组 组长是李克强的 这什么事啊 那十个小组 你都是组长 人家那个条是总理 经济应该归人家管 结果到了这个传染病 这个新冠状 这个组长 他又给了习近平了 不是 他又给了李克强了 所以你要注意 习近平就是一怕死鬼 你别让他吓唬了你 对对 他最怕死就是怕 你这 所以我就说 这个 这次 这个这次 这个所谓二十大 我们不愿讨论二十大 你就先去补补课 就是你从九大 从林彪 一中全会进了党章 二中全会跟毛宗 分了 分裂了 完了就跑了 没跑了 最后击毁人亡 完了还有就是46年以前的四人帮 33年前的六四 你就一定要知道中国这个土地上有些突变 当然还有所谓鉴别 鉴别我刚才讲了吗 一个温文波用这个数学预测法预测地震 他就干了又连续 我主要是让我女儿给我念念这个这些留言 因为我做了几期关于这个 这个这突发事件的这些事 卓老师关于以色列的那段论述 说的不准确 我在以色列海法工作过三年 那边的高中生毕业后不分男女 全部要去服兵役 男的三年 女的两年 服完兵役后 有些人会选择打工一两年 存点钱作为大学学费 另一些人就直接工作了 如果家里有资助的话 可能打工存钱上学这个步骤就省了 我敢肯定全以色列根本就不存在高中毕业后 休息一年去环游世界的人 不分贵贱 首先征兵大关就过不了 对 他说的很对 我说的就是 在以色列高中毕业以后 他不直接升考大学 他当兵 一般来讲 男的三年 女的两年 而且当兵他有经费 或者给他津贴 当了两年三年兵 回来之后 你再想你是就业呢 你还是在考大学 他这个精髓 就是这句话 没有观过世界 哪来的世界观 这是他的精髓 他把这个初中高中 一直到大学 他不连续 他跟你留了这么几个几个几年 两年或者三年 这种教育非常的棒 我一再说 我们人有三观 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那么你没有观过世界 你哪来世界观 用这个孔子的话 十五又五 治愈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尔顺 七十从心所欲不一句 他就讲这个人的发展过程 十五又五 就是你上 这个小学中学的时候 你得治愈学 三十而立 三十 你也有一定的见解了 你也立起来 立起来就是可治愈发展了 所以我是讲的这件事 以色列最值得学习之一 就是一报还一报 他周围有很多的跟他 敌对的恐怖分子 经常用导弹 打他们的住宅 但以色列这个话 以后我专期给大家讲这一课 就叫做对策中的至胜之道 第一 绝不能姑息养天 如果有人打你了 比如恐怖分子 袭击了以色列 以色列马上反击 就叫我们叫一报还一报 他把他拿导弹 拿这个炸弹 他炸了你了 你就马上要报复他 注意这句话 绝不能姑息养天 二战 以前英国的首相张伯伦 他们就属于姑息养天 当时希特勒已经战了 什么捷克了什么波兰了 他们就姑息他 归这怎么样 人家希特勒占了法国 又炸英国 最后美国跟英国的英法联军 诺曼尼登陆 把希特勒干掉 这个策略就叫对策中的至胜之道 美国或者是西方前几年就犯错误 普京就是一个 一个法西斯 他当时 他就占人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 八年了 结果西方就对他姑息养天 以为就完了呢 完了吗 八年以后 人家突然间宣布特别精准行动 接着占你乌克兰 四个地区 就去告诉你了吗 你想想 你必须得把他送到战犯法庭 送到送到法庭 把它变成战犯 这是这么回事吗 但是你不能过度反应 所以我们一旦有个词叫正当防卫 而不要防卫过当 像现在乌克兰对于 这个普京对于俄罗斯 就是一个正当防卫 你跑上家里去了 你把人家人给人家杀了 你把人家房子给人占了 他们说谈判 谈判个根本就不可能 我就问你 你们家是你们的领地 领域 结果一个歹族 拿着枪拿着刀就进来了 冲到你们家 你可注意 你就说咱俩谈判 谈判什么 你要正当防卫 所以现在有人就说停火 谁先停火 停火你得有先后 谁停火 当然是俄罗斯先停火 因为你主动的 你冲到人家 而且你把人家人给杀了 他们就说双方同时停火 这就胡说八道 能偷离我吗 你在我们家里拿着刀 拿着枪 你首先你得停火 反正你得推出去 你还在我们家里呢 我就跟你停火 开什么玩笑 这叫正当防卫 但是你不要防卫过当 如果他从你们家退出去了 那你别追出去 你拿着枪再追出去 这就是正当防卫 和防卫过当的一个界限 现在他们就叫嚣着 说俄罗斯跟跟乌克兰双方停火 那不就胡说八道吗 你站在我们家 你他妈杀了我们的人 你还站在我们家里呢 我能给你停火吗 对不对 还是那句话 不自由我已经死 舍生取义杀身成人 就相当于美国那个 刚才我讲的总统肯尼迪 就相当于美国总统尼克松 对不对 你们想欺负中国 我就跟你停火 你敢打 咱就打 你再说谁怕谁啊 我们又不是吓大的 所以有些人 说乌克兰跟俄罗斯停火 这就非常荒唐 首先你这个俄罗斯 你侵略人家 你得停火 而且你得撤军 你还站在我们家呢 我就跟你停火 我再打你 打出去你 死了 所以我也得打你 就跟我们抗日的时候了 日本人你站了我们中国 至少站了半个中国 我们抗日 我们死了有好几百万 八年抗战 或者十四年 我们不把八几支门 给打跑了吗 那现在 乌克兰就是抗俄战争 跟我们这抗日一模一样 我在这 他们胡扯淡 刚才说停火 凭什么停火 对不对 停火 但是你不要说 你人家 人家停火 你也 人只要他从你们家撤出去 你也不能追着 追着来 你不能埋没了 这叫正当防卫 这就不要防卫过当 你要分析这个界限 周老师 请评价一下科技奇才 马斯克的涉台言 马斯克最近呢 有两个误判 一个他原来不错 他支持乌克兰抗俄 态度非常的鲜明 用中国的老话 叫做威武不能驱 富贵不能银 贫贱不能移 就是中国的老话 他就支持乌克兰 乌克兰一个副总理 给他写信 或者打电话 11个小时 世界首富马斯克就回应 他就把他那兴链 能用那一部分 他就给了乌克兰 乌克兰的通讯 就比俄罗斯 前进了一大党 这件事做得非常令人钦佩 最近呢 不知道怎么搞 他又犯糊涂 他说 这个俄罗斯 侵犯了你们这四个州 再加上原来那克里米亚 说你们就跟他谈判 完了呢 就听火 这还是那句话 恭喜养天 对不对 他原来那个 他在去年的这个行为 我们非常赞成 他现在就是他犯糊涂 还有就是对于台湾 台湾本来是中华民国 成立了111年 那是一个主宣独立的一个国家 大清王朝退位 在袁世凯等这些著名的知识分子运作之下 大清王朝的末代皇上在他妈的带领之下 因为他太小 三到五岁 退位了 所以中国是世界上第二个 共和宪政国体的这么一个共和国 我们叫中华民国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一个国家 他说台湾要变成中国的 这个所谓的中共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这不胡说八道吗 你要给他出这主意 说台湾是我们的特别行政区 那你得这么说 中国大陆是中华民国的特别行政区 这叫对等 人家的国是111年了 我们这国是中共国 一共是73年 怎么人家那个中华民国 就成了你的特别行政区了 那你得这么说 你中共国 你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这叫对等 所以他这俩主意 一个是让乌克兰现在就跟他们谈判 还占你们家呢 对对 一个就是明明在先 中华民国我不说了吗 成立了111年了 所谓中共国成立了73年了 怎么着 说实际 中华民国现在在台湾 就成了你的特别行政区了 对对 这主意我就认为 马斯克对于历史不太了解 请周老师讲讲 目前的时政 现在的中国老百姓 在动态清零下苦不堪言 哪里有心情了解历史 目前的日子就很苦 啥字 我要一再说啥字 前两个字叫躺平 就不要以卵及时 第三个字就润 美国两百多年以前 美国是三百万人口 现在是3.3个亿 人家美国一二百年增加了一百倍 现在在美籍的华人 估计有五六百万 在大陆 有条件的 也到美国来 有一句话 我就当时学这个工人 当时有一个工人说的一话 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得上 如果在大陆的这些年轻人 也不见到年轻人 就是人 你们都应该千方百计的 润到美国来 有条件要来 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得来 林彪就是被毛泽东派人抓捕 不是 他这个林彪 这个事件已经过了51年了 但是有些秘密档案 中国政府或者中国的共产党 他就不是不负责任 你们想想 你们开的第九次党的全国大部大会 你们修改了党章 你们就把林彪写的党章里头 是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可靠接班人 完了也就是一两年 他就跑了 没跑了就死了 都道歉都51年了 你们得把这些所谓秘密档案 你得解禁 你得让这些中国人14个亿 党员9000多万 让他们知道知道 有这么不负责任的党吗 51年了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不是当时林彪的儿子叫林立果 是我们北京四中的 我们的一校友 比我大两岁 当时说他编了一个叫五七工程纪奥 武装起义的谐音 武装起当时我们在1970年的时候我们传杂过 我就记住两句话 第一句话他们不称毛宗为伟大领袖毛主席 他们叫B52 当然我们一听就非常震惊 怎么回事 说你们林彪 你们那些人称毛主为B52 就是外号 所以我们印象非常的深刻 还有一个 说中国人叫霍松口出 所以不说话 叫莫谈国事 所以有一句话叫 中国人都是敢怒不敢言 五七工程纪奥有一句话叫 不敢怒不敢言 我记得非常清楚 他已经不是敢怒不敢言 是不敢怒 怎么不敢怒 你也没说 你自己发怒 怎么了 连怒你都不发 都不敢发怒 所以有一句话叫不敢怒不敢言 所以我就说现在已经过了51年了 林彪事件的全貌 比如林彪狗到底死没死 死了 你拿出验尸报告来 这些具体的事 包括五七工程纪奥有没有 是你们栽赃陷害的 还是林彪的儿子或者是林彪他们编的 现在51年了 把这秘密党案通通结界 这是对党和对人民的尊重 51年了吗 已经过了保密期了 因为全世界的通力惯例 就是你保密最多最多 你保密50年 就是保密期的最高限制 就是50年 现在51年了 就是对中共共产党 他们对人民对党员不尊重 所以一定要把林彪的这个谜都得给破解 你把秘密党案解禁 比如说林彪的专机256号 这是在温泽尔汉 就在温泽尔汉人家当时蒙古的有关人 人家有照片啊 我的一老同学就见过几十张的 对你们把那些照片 飞机的残骸 还有那些尸体的遗骸 如果你们能收集的 你们应该收集了 我们得看看 有没有林彪的儿子的遗骸 到现在不知道 51年了 这种板上钉钉的事 基本事实它不公布 它什么都保密 周教授您好 原罪在基督教术语里是sin 不是crime 这个您无需过分解读 不是我过分解读 基督教它是用西伯来文 希腊文什么罗马文写的 我不认识 我看的就是翻译成 原来叫繁体字 后来就翻译成解体字 所以它那个我看的中文 因为我我懂的中文 中文里的原罪 和这个错误 它不是一个事 错就是错 罪就是罪 而且罪跟那犯罪 违法犯罪还不一样的 有人违法了 但是不犯罪 对违法犯罪 还有所谓原罪 我是看的中文 至于说你说的英文 特别是古罗马文 什么希伯来文 我不知道 我就跟他们讲 我从 这我的理解 当然了 我是学中文的 中文里头的原罪就不对 我没有罪 我有原 我有错 但是我没有罪 原罪根本就不是中国的概念 你翻译成中文 我就不理解 这词就翻译错了 周老师您能否推荐一些书 包括社会学的书 对我这要办出版社 我要办一个崇德艺术馆 因为美国是出版自由 上午你就去注册 下午就批 所以我们要办一个崇德艺术馆 或者叫出版社 所以我们看见好的书 或者你们觉得好的书 如果你们觉得好 你们杠我 我在我这崇德艺术馆 我给你们再版 好 今天先给大家说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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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